女士 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講 請說 這樣講什麼 我的問題就是 就是我性感的嘴唇 就是我可以卓住它 給它放大 你人在美國也好 也不用有時差的問題擔心 因為這裡20小時 對我人在stand by 在on call 那我們台灣的醫療 就在你身邊 在飛機上的CPR 在你們所看得到的 或者你年總起來 那瞬間其實現在科技 是越來越發達了 我們台灣就有非常好 如果你們COVID-19有記得 我們台灣常常有什麼 對不對 你所說的 你所看的 我就是可以透過 遠距醫療會診的方式 還是可以醫師指導我們病患 即使你在東南亞 或者其他國家 當地去購買你適合處方的用藥 所以像這幾年 有些我們台灣的科技公司 跟國內12家醫學中心 及醫療院所進行合作 那為什麼呢 主要是讓病患可以 即時透過通訊軟體 再透過這些科技公司 所開發的視訊平台 就可以直接跟醫師 線上醫療諮詢喔 想一想 只要透過一張小小的 漫遊SIM卡 比如說像這一張 史卡或者虛擬的SIM卡 人在國外也可以得到 很好的醫療服務 對 安心感 我想要問一下黃醫師 假如說我現在去泰國玩 對 那我吃泰國吃到 我肚子都在BIT BAS 拉肚子了 那我一次可以線上諮詢 用這個軟體嗎 是的,你可以線上諮詢 或者視訊 所以手機要換這個卡是嗎 對,這個信卡 那這個卡就是也可以打電話 賣油 可以打電話 所以這樣有多用途的 可以,完全是你的信卡 即使你人在美國也好 也不用有時差的問題擔心 因為這裡20小時 都有人在等待在網戶 如果真的是我們國內有急診室 他也會幫你轉診到急診室去 如果萬一你已經回來的時候 他馬上就會知道說 是他要來了,趕快敲鞋 不是 有一個病話 他剛從下飛機 他又過來,到急診室是誰 他們病例已經知道了 所以你去哪裡了解 那可是比如說像我的英文 都有法國腔 那國外可能有很多的 語言問題 你在國外當地的醫生 他可能聽不懂 就是說語言方面沒有辦法溝通 你說你有英國腔 可以請上面的醫師 直接跟他溝通 可以嗎 肯定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我們有在國外連線過 那真是太棒了 你看像我這麼勤儉持家老公 就是需要這種一間二顧的產品 對不對 而且又可以節省一張漫遊卡的錢 那真的是又多了 隨行的健康管家 等於把醫生帶在身邊 這東西真的是太好了 那你買了新卡 拿上錄進去 你們就會進去的LINE裡面 在官方網站叫做 旅遊一直通 旅遊只要一直就通掉 所以大家就出現了這個畫面 是... 四塊這樣子 這個選單號是的選單 對不對 然後有視訊諮詢入口 對 線上醫療的管家 對 這有商品和服務 所以呢 譬如說你在外面遇到了不舒服 對 你就按上右上的線上醫療管家 線上醫療管家 二十四小時有的人 都有醫療人員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直接示範好不好 來...一試一試 然後先先聽話 醫師啊 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講啊 請說要講什麼 我的問題就是 我又紅又腫 而且又癢啊 什麼 請問你是哪... 那部分哪裡紅 哪裡腫 哪裡又癢的啦 你想看嗎 我可以給你看我的部位 對 我們在視訊裡面 我們也是可以馬上看得到你的局部 在哪裡 又紅又腫又牙 看到我把你放大 就是... 放大... 就是我性感的嘴唇 沒有最好... 沒最好鏡頭 你的嘴唇已經歪到一邊了 看不到了 所以我可以捉住它 給它放大 看了嘴唇 腫起來了 果然是腫起來了 很腫喔 很腫喔 講話有超齡呆一點點喔 對啊 我這樣子會不會登革熱啊 因為我好像是被蚊子咬喔 登革熱如果是以醫學來說的話 登革熱我們國外叫骨痛熱症 也是叫骨頭會疼痛 關節會疼痛 你會發燒 不是你的嘴巴疼痛 嘴巴發燒 那沒有這個回事喔 所以看起來你是純粹 只是一個不小心 可能被老婆咬到 或者直接咬到 所以被人家要指導 那應該沒問題啦 如果只是蚊子咬的話 對 不好意思喔 旁邊也有人要問診喔 旁邊喔 請說 黃醫師啊... 你沒有被咬到 不是... 你又被咬到了 黃醫師 我告訴你一個狀況 其實剛剛老梁他不是被咬到 是其實發生了一個車禍 我們現在要叫救護車 問題是他的英文不好 我的英文也不怎麼樣 所以如果我們要上這個救護車上 你們可以幫我們跟他溝通嗎 要怎麼跟對方溝通嗎 這個沒問題了 出車貨有什麼X光片什麼的 都可以幫忙解說 然後告訴我們 是的 如果各位 我們可以跟對方一起看 假如說你撞到了 跟對方一起看X光片 骨頭有沒有斷掉 如果有骨頭斷掉 需不需要做什麼處理 要固定還是要打針呢 還是要馬上處理開刀呢 或者是要完成以後 你要出院以後 你要回來的時候 需要什麼 哪些服務呢 我們跟工服人員會 會提出一些證據說 你需要哪個服務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 要去哪邊呢 或是靠近你們家的醫院 或是診所呢 其實我們事先 就把這些資訊給他們了 都知道你的狀況是假的 太棒了 換一個人看診 我們那個施打也有問題了 沒有 我想說 你這個服務是真的 是非常的棒 因為像是我一個朋友啊 對 他就是去美國滑雪 是 然後一滑 滑一個 結果就滑到提診室去了 然後進去等了六個小時 然後醫生只看了六分鐘 然後重點是還花了 50萬 其實可以先視訊我們 來確認一下 是不是 我們甚至可以介紹你 當地跟我們 作為坑你們的醫院診所 跟我們合作的 那我們台灣的醫療 就在你身邊 那所有的國人 在國內 國外 都受到保險疫一樣的 買個安心 如果你出國前 不能忘記取卡 可以到機場裡面 醫院裡面去取卡 出國晚 確實是更安心 記得要把這個東西做好 OK 那很方便耶 因為疫情過後 大家都報復性的旅遊嘛 對不對 沒錯 出國除了玩得盡興之外 還要玩得平安 玩得安全 好的 太好了 再次謝謝黃醫師的分享 謝謝 謝謝